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尼耶在伊朗遇起身亡 让原本就动荡不安的中东指示更加纷乱 那消息公布后呢 原油和黄金价格飙涨 全球都在密切关注 中东指示接下来将会如何变化 今早我们线上有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 黄景龙博士为我们分析当前和未来局势 景龙早上好 夏天早 是的 那景龙您认为 这次事件是否会导致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紧张 继续升级 对原油价格和全球能源市场方面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事件发生以后 国际原油价格就像刚才桑林有报导的 就是说它涨了大概 不管是Brand还是WTI 都涨了大概每桶两美元这样的一个幅度 但是如果你在看刚刚发生的 就是刚刚最新的国际原油价格的进展 那基本上这个涨幅它在稍后已经是完全回吐 然后整个原油价格也重新调回80美元一桶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呢 基本上现在整体市场虽然说有出现担忧 但是这个担忧还不至于说会拖垮 那整个的这个整个情绪 然后导致说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这个紧奔 但接着下来的那一个整体的趋势会如何 那我觉得可能有几点可以给予关注的 那第一点就是说 那随着Ismael Haniya就是被刺杀以后 然后鼎泰上去成为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实际领导的 那是一个叫做亚亚辛瓦 那个就是策划这个10月7号 吸引以色列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在就是武装分子的那个部分 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呢 就这一点接着下来 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冲突 那会也许会比以往会更加的这个升级 这是第一点可以知道 其他事件是发生在伊朗的这个土地上 所以换句话说 这似乎是这么多次以来 第一次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 最接近有可能会有 就是发生可能这个战争冲突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 那这个就是也许会对国际预约价格 就产生更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值得 我们接下来能够密切关注的 那景龙您认为 如果接下来这个中东局 是不断恶化的话 那投资者应该采取哪些策略 来规避这个可能的风险呢 话说虽然就是刚才提到说 那一些可能性 就是这个冲突可能会升级的 这可能性 但是按照现在整体的这个市场情绪 跟预计来看 那也许他的这个升级的可能性 还是相对的比较低一些 因为各方都一直不断强调说 他们其实并不想要战争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你哪怕就是看到这个油价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但是他的涨幅其实并没有 特别吓人 那主要是因为说 其实还有其他的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香港我们新闻上也看到 就是BioWare会在 很大可能在9月份会开始降息 这个降息它其实 对这个不管是美国股市 或者是全球股市的这个影响 要更加的这个巨大 那大概另外一点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 接下来的复苏的这个程度 到底有多强劲 还是会往下掉 那这个也是会对国际原油价格 这产生这实际影响 我觉得说 现在各方的不同的这个影响力 都在互相拉扯着 所以站起来说 可能这个大家还需要 这个静观其变的 是的 非常感谢景隆今早 抽空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析 谢谢景隆 谢谢景隆 谢谢 tensor 感谢观看